如何安装TAMMY发光器滑倒到你的SSP5上蓝 请先确认一下你的SSP5版本 如果是5.1或4.3用户 您可以直接安装 无需更换任何零件 6寸客户则需要更换较短的内管与附近黄导杆 接下来的影片我们以5.1寸来做示范 主要是将枪弹外管组完整卸下 提醒记得将枪口抑制器红点这些新现象 为了卸下枪弹外管组 前滑套上面的四颗螺丝都请记得卸下 这样就可以分离前滑套与外管组 不要忘了滑套下固定块 待会要用到 在安装前请务必卸下外管与内管前端的偶环 这样就可以准备与摊底发封锦滑套准备结合 结合方式很简单 只需整组对好推动几次 将耗塑螺丝与TBC螺丝安装回去 并锁上上盖 记得检查一下塑胶套筒 是否平稳顺畅 接着安装 回滑套下固定块 即使用我们随附的螺丝安装 最后开始结合上下枪伸 安装完成后 务必检查滑套 是否作用顺畅 如果发现的滑套不好拉动 甚至有卡住的现象 主要是因为不同批次生产的SSP5 尺寸会与摊米滑套太密合 导致卡住后滑套 使得滑套拉动不顺阻力太大 如影片中所示 锁紧螺丝 却让前后滑套的细缝 逐渐缩小直至密合 如果遇到这状况 请去出随附的垫片包 尺寸分别为0.1 0.2和0.3毫米 建议可以先从0.2毫米的垫片开始 请将垫片插入前后滑透的缝隙中 利用垫片产生出固定的键器 避免卡住 请依照自己的枪框进行调整尺寸 接着修进主要的三个固定螺丝 质感受到阻力处及平址 检查上的固定螺丝又不凸起 接着移除垫片浪动防套 试试看时候顺畅 调整到即使用小拇指 也可以轻松拉动的程度为最佳 接着移除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